不会有下一个七个月 因为男孩还是想继续控制他 女孩其实是已经被控制了一段时间了 但开始反抗了 其实当一个人有极度的控制欲的时候 就像刚刚余老师用的那三个词 其实就是自私 自卑和极度自我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再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吧 你想控制他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对 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还是你之前人生经历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感觉还是他做了什么 男孩一上场了以后 让我感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就是心眼怎么这么小啊 心眼比真鼻子还小 我真的很少听到一个男人碎碎念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我们赵川老师以前在节目里头也讲过 说说为了女孩怎么样 他用的词叫仗剑走天涯 说我们那时候能够有这一份心 我们愿意为了谁仗剑走天涯 但是你呢 你是满心的委屈 我为了你 我都到了哈尔滨 我为了你 我把家乡的这一些都不要 怨妇都不可爱 何况一个怨妇 一个不可爱的男生 还在随时随地控制你 当你有了反抗的苗头 很可能不出一个月就要把他踹了 今天来到爱宝的舞台上 估计是想踹了他吧 是啊 那我就不用再多说了 祝你成功 谢谢弥娜老师 你听了四位老师讲话了吧 听到了 你能给我总结一下吗 怎么说呢 我的缺点也挺多 他的缺点也不少 非要戴上他的缺点也不少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怎么也踩别人一脚 我就说一个我最深的感触了 什么都说了 我说不要把无知当成一种个性 一个人只要心存阳光 一辈子都有青春 荣雁上的青春是很易失去 但是你内心的力量的青春 怎么可能随着年龄 因为最深的没有啊 反而是越来越青春勃发呀 具有张力呀 所以你现在的青春是什么 闲着没事看别人的手机 闲的话 看他跟哪个男人交往了 最细思极恐的是什么 手机微信里有多少个联系人 家没家每天都看 这事就 这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 该干的事吗 你的青春真短 你的青春已经话句号了 已经没有 因为青春是活力 青春是燃烧 青春是不计后果的付出 你一样都没有 谈恋爱这事 我建议你放放 你还没长大呢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现在的女生 经常会用钱来衡量 一个男人是否爱她 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 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 因为除了用钱衡量 这段情感里再也找不出 可值得衡量的东西了 所以你们这段爱情 只有七个月 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你们信任我们 来到了这儿 不要彼此再耽误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城备件蛋白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城备件蛋白粉提醒您 精彩马上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到底现在什么意思啊 那你能不能成熟点 以后把你这些毛病 都改一改啊 我感觉我的毛病是有 我可以慢慢改掉 那你的毛病怎么改改 这就是你想和好的态度 让我改毛病 这就是你求和好的态度是吗 那我觉得就是 我应该真的好好考虑 考虑咱俩彼此今后的关系了 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育站的 抖音官方号 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十四号 晚间七点到十点 我们都会开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将在线与大家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连麦的话 请私信我们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说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我没想到他出不来 反正呢 我做得也不是很好 希望以后回去 再跟他联系联系 谢谢您的分享 来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